詞曲 李宗盛 其實我想她不僅是一個專業盡責的老師 她其實是一個學生的生命導師 所以我跟學生說 我也是說她最大的成就 是她在同事、在學生、 在我們校友教過的人 或者身邊的人波下了一個 很正面積極樂觀的種子 當她有禁石 她就有一種動力去推她 所以她做訓導 她就立即上訓導的課堂 要履款 履款其實只有教育局那些書 她拆掉教育局那些東西 她就覺得不夠 她就上導遊課程 考上領隊牌 她就可以用第一身地跟學生說 就生動很多 其實她就會是這樣 最後見到報紙很多人自殺 她自己跟我說 她要回來講個託 結果她在台上說給學生聽 就是她未必贏這場仗 但她也會打到最後 因為生命其實很寶貴 每一刻都很寶貴 她亦都說了給學生聽 就是平時她紮紮跳 然後到她那麼弱 她被人扶上來 她就想讓學生知道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要外秀 你說 有人會幫你的 有人疼你的 有多強的人都有弱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那次的教導是很好 很好 她臨走的那星期 其實應該是從心慈治療部出來 醫生叫她去靈藥 她打電話跟我談公事 其實這些都是 當一個病到這樣的同事 而她的心在想學校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我自己覺得她真是一個 在教育界的榜樣 我 factory人家 罷工 我的人家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